居住立陶宛大使到底意味着什么 立陶宛能承受住中国的怒火吗 本期为你解析 据新华社报道 8月10号当天 中国外交部正式宣布 中方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 并责令立陶宛召回该国驻华大使 原因是立方政府曾多次无视中方警告 准许台岛当局以地区民意在该国势力代表处 试图单方面与对方建立外交关系 对此中国外交部指出 立陶宛的做法不仅违背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建立的基础 也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外交主权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由此可以看出两国关系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那么这一起今年以来最严重的外交事件又意味着什么呢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宣布召回大使 并随即驱逐立陶宛驻华大使 意味着两国关系已经走到了破裂的边缘 如果立陶宛方面还不悬崖勒马 那么下一步就是断交 此次事件中国对外传达的信号很明确 如果立陶宛当局继续挑战一中原则 只要和中方作对那么断绝交往就是最终的结局 众所周知两岸问题是中国的底线问题 一个中国是指我国与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基本准则不可动摇 同时一中原则已经形成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不得与台岛建立任何形式的外交关系 而立陶宛的做法无疑就是在触碰中国的底线 有分析认为该国可能受到了其他欧美势力的影响 因为立陶宛最近在反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然而他作为一个仅有300万人口的东欧小国 真的能承受住中国的怒火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分析认为以立陶宛的国力和外交影响力 与中国对抗无异于是以卵击石最终碰的头破血流 而中国对该国的经济联系并不密切 因此即便断绝交往也无伤大雅 近年来立陶宛在欧洲议会等多个国际场合下对华发难 试图将手伸向中国内政 屡屡在涉台涉江涉港等问题上发表不当言论 对此中方已经多次对其进行警告 近日立陶宛副外交部长还宣称 对方不害怕和中国断交 因为他们由美国撑腰 然而偏向美国政府的西方国家数量太多了 而拜登真的会为了一个区区小国而破坏与中国 快走 拥抱每一种生活 正乌 对方不 страх